各位现场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大家平安 那我在前几天的烈火特会里面呢 答应了文耀牧师 还有几位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这样做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你把最大的掌声给神 因为是因着神的恩典 我才能够站在这里 那当林牧师要我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担心的 因为我担心今天座位上呢 只有姐妹出席 没有弟兄 因为讲妻子嘛 但是呢 谢谢你们 今天你们都来了 OK 这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那么呢 我想要说 请你看一看这一个的图片 所以这一个的图片里面呢 就呈现了 全能的妻子 万能的一个的妻子 那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 许多人对妻子的要求呢 就是要温柔体贴 要善解人意 要出得了厅堂 入得了厨房 生得了孩子 雇得了家 而且呢 还要孝敬公婆 礼仪出众 如果可以的话呢 可以在职场呢 就是有一个一席之地 月入过万 那是最好不过的 但呢 这个说法 虽然是夸张了一点 但从过去 就有的思想里面呢 就有对妻子 一种无形的要求 还有期待 那在 常常在基督徒的婚礼上呢 我们就会听到 那个主持婚礼的牧师 或者是长老 或者是 一些的主持人就会说 耶和华神说 那人单一个 那人单独一个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但圣经教导 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 很多人呢 就会很自然的联想到 妻子就是要在家里面 帮助丈夫的 妻子就是家里头的主干 不对哦 不是这个主干 是 煮饭 干活的主干 妻子就是要做那个 包个料的工作 全部喊把人杀不到完 负责交务 从你的家门口 一直到厨房 都是妻子 应该要负责的范围 这对于上一代呢 有一个的传统观念 男主外 女主内来说呢 是非常自然不过的 但是当来到现今 这一个的世代 我觉得呢 对于丈夫跟妻子 都各自在外头 有工作的 这一个的家庭来说 要妻子去负担起 这样的责任跟家务 还要照顾小孩 对我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挑战 跟考验 但是弟兄姐妹 我想要请你想一想 这真的是圣经当中 帮助者的意思吗 其实呢 帮助者这一个的词 在圣经里面呢 除了用来形容 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之外呢 上帝他自己 也用这一个的字 来形容他自己 就在诗篇121章第2节 大卫就这样说到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 意思就是说呢 神他自己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帮助者 既然神这样形容他自己 那就表示呢 神赋予女人 这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呢 其实并没有贬低的意义 因为呢 我们人 每一次在听到 成为帮助者的时候 都会觉得我们是低一等的 那个被帮助的才是高级的 并不是这样的意识的 那神给帮助者 这一个的角色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有意义的 但是当我们还没有更深入的 去谈这一个帮助者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呢 就是要透过两个 不同性别的个体 来到彼此的去互补 和彼此的去成全 那如果呢 太太她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 而丈夫呢 是比较偏于安静和内向型的 那么太太就可以帮助丈夫呢 更多的去加强 她的人际关系的技巧 那丈夫呢 就可以帮助太太呢 更加专注的去做事 更有条理的去做事 那如果丈夫是一个急性子 太太呢 又是一个慢中郎 做事都是慢慢的 那么丈夫就可以帮助 太太呢 能够更准时 在出席各样的大小活动 都能够准时 而太太呢 就帮助丈夫 可以放慢脚步 停下来 看一看 这一个周遭的美好 上帝创造的美好 所以上帝创造婚姻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要透过夫妻两人 彼此的去扶持和帮助 彼此的来到补足对方 那么第二个呢 神创造婚姻的目的 是要我们生养敬虔的后代 在创世纪一章27到28节 就这样的说到 让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期 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 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 他创造了他们 有男有女 神赐福给他们 神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之地 治理他 是的 神创造人的 其中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要我们结合 夫妻结合 然后呢 就是让人呢 去生养敬虔的后代 圣经呢 也多次了强调 夫妻两人 养育的后代 是神所赐福的产业 是神赐下美好的祝福 更是两人成为一体的具体表现 但是在当中呢 神要我们不仅仅是神 我们还要养 要将神的话 浇灌 教育 教导给我们的下一代 培育敬虔的下一代 把我们的信仰呢 代代相传 传承下去 那么第三个 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呢 就是要透过婚姻 反映出神 自己的形象 在《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 这里说到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天空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 神就照着他的形象 创造人 照着神的形象 创造他们 他创造了他们 有男有女 是的 这里代表着 神呢 选择透过关系 而且呢 是透过夫妻两人的婚姻关系 来到让我们看见 神 他自己的美意 看到神 他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下来呢 在PPT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 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 就这样说到 我请弟兄姐妹 你们来念 1 2 3 是的 当夫妻两人 彼此相爱的时候呢 就反映出 神是那个创造爱 看重关系的神 神他自己就是爱 当我们夫妻彼此相爱 身边的人都看到的时候呢 就认得出 我们是神的门徒 因为神的那个的爱 彰显在夫妻两人 那么第二个 在与福所书 4章32节 让我们一起念 1 2 3 要仁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是的 神选择使用 丈夫和妻子的角色 透过夫妻之间的爱 饶恕 接纳 包容 甚至乎是 那一个自死不渝的 承诺和契约 来反映出 神对人 无条件的爱 还有无条件的赦免 那么身边的人 也可以透过两个人的婚姻呢 看到神的样式 神的同在 当我们了解到了 神创造婚姻的目的之后呢 就能够更明白 神在婚姻里面的完美计划 更能够让我们知道 妻子帮助者的角色 和责任呢 其实就是建立在 神创造婚姻的目的之上的 那我们来看看 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 当谈到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的时候 说起来非常的惭愧 我觉得我自己呢 在这一方面 根本是不配的 因为我曾经就是那一个 诸多挑剔 然后呢 又看我的配偶不顺眼的女人 特别是我们结婚的前五年 因为呢 我们都还没有信主 根本呢 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OK 然后当冲突和不满来的时候 不用说什么彼此相爱 只有彼此相害 就是一直要斗到底 斗到你死我亡就对了 到最后就是要赢 但是呢 在2006年 我开始信主 可是我是一个啊 在信主过后 连小组都懒得去的人 更不要跟我讲 什么妻子的意义啦 做妻子的责任啦 这些什么什么 我都不懂 因为呢 我自己连基督徒的身份和意义 我都搞不清楚 那么很多时候啊 我还在帮助她的时候 帮助我丈夫的时候 我还要去埋怨她 我还要去complain 我还要不断地去挑剔她的毛病 对她呢 不是嫌弃 就是唠叨 然后呢 然后啊 我还假假 要去以帮助她的名义 其实呢 我是要去改变她 把她变成合我心意的男人 不是合神心意的男人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呢 我都会想办法要去帮助她的 那曾经呢 因为她因为忙碌的时候 她忘记她答应过我的事情 这件事情她不是故意忘记的 她也不是要推卸责任 那我就 在她没有完成这一个的 答应我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开始火山爆发 因为她讲话不算数 她答应了我 她没有做 我就大发雷霆 然后呢 过后就把她收在冰箱里面 冷战 不要跟她讲话 给她脸色看 所以家里的气氛呢 就是很不好就对了 然后这样子的 一个的事情 是不断不断的发生 因为我们会因为 大大的事 小小的事 就是会这样的争吵的 然后到后来呢 我开始呢 就在这样的关系当中 我觉得很累啊 我一直的抱怨 我一直的在讲 为什么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在为这一段的婚姻努力 我一个人在为这一个的家庭努力 那么就这样慢慢的 让我们的夫妻关系 也开始亮起了红灯 那如果你问我有没有想过要离婚 我觉得我有 但是如果讲到离婚 她更想离婚 因为她有一个这样子的妻子 但感谢主 因为过后我们参加了小组 我们参加了教会的聚会 在教会的装备之下呢 我的灵命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改变 对神的认识也更多的时候呢 我开始去学习 跟认识到 神创造婚姻的目的 神创造我这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呢 神创造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然后就看 就开始去思想的时候 就看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 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 那当我再去想的时候 哇 假烂咯 够利咯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不尊容他 这就代表我不尊容神 因为他是按着神的样式所创造的 我嫌弃他 那不就代表我在嫌弃神的创造吗 那这个的时候 我如果说这个人很不靠谱 每次交代的事情没有做好 那我是在说神不靠谱 我还自以为是的 要去借着帮助他的名义 要去改变他 成为合乎我心意的男人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呢 神曾经透过 一次我在灵修 请进神的时候 神对我说话 当时我为着我们的夫妻关系来祷告 神回应我一句话 就是这一句话 神说 你所要做的是爱和敬重你的配偶 改变他是我的工作 过后我才恍然大悟 我才觉醒到 我是大错特错 因为呢 我的丈夫是属于神的 她是神所创造的 只有神能够改变他 我只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 我要做的 只是温柔的去提醒他 和为他祷告 那我曾经呢 问过我的丈夫 我说到底我可以怎么样的去帮助你 但是我跟你们讲 我问了过后啊 我后悔了 为什么 我就好像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要怎么样的帮助他 因为我回头想想的时候 我觉得 不对了 有时候有些地方 真的是他做的不好 他做错了 是我 是我 我我没有错 我觉得 我比较厉害 但是 只是有时候而已啊 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厉害的 但是呢 神就是奇妙的 把我们夫妻放在一起 每一次吵架 冲突过后 感谢主 有圣灵的提醒 我们呢 都会彼此的去和好 彼此的道歉 然后呢 一起的去讨论 分享 下一次 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而且要做得更好 那我的丈夫呢 他就承认 他确实会忘记 他也希望我呢 当他犯错 或者是忘记的时候 我可以温柔的提醒他 而不是大喊大叫 在那边发脾气 那我听了过后 也就自我反省一下 OK 那当时我呢 就会觉得说 不对 因为是你没有做好 为什么 因为呢 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呢 该做的事没有做好 就是你自己讨骂 但我也因着顺服神 我顺服了我的丈夫 我学习温柔的去提醒他 我学习给他足够的时间 去完成他当做的事 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 就是在帮助他 履行承诺 帮助他成为一个 有责任感的男人 那么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成为一个帮助者 我们在哪方面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丈夫 第一个方面 就是心灵层面的 一个的帮助者 我们呢 需要敬重与信任 我们的丈夫 敬重与信任丈夫呢 是丈夫心灵基本的需求 神在起初原厂创造男人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需求 放在男人的里面 他需要被敬重 他需要被信任 这个是by default的 没有的改变的 所以各位姐妹 是不能够reset的 ok我试过了 reset不到相信我 ok 那么呢 在以弗所书 五章三十三节 也这样的说到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 她的丈夫 所以敬重是给你的丈夫 最高度的价值感 弟兄们 阿妹吗 很大声的阿妹 对 敬重呢 就是让你的丈夫知道 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有何等的高 何等的重要 以及她在家庭当中的 那一个的重要性 敬重其实也包含了 我们去关心 称赞 欣赏 我们的丈夫 那么呢 我们要如何的去敬重 和信任丈夫呢 首先 在你每一次决定任何事之前呢 请与你的丈夫商量 这就是敬重 尊敬 跟看重你的丈夫 然后呢 当她给意见的时候 请你听取她的意见和劝告 这个就是对她的信任 信任她 让她觉得说 对 是她可以的 她给你的这一个的意见 是最好的 其次呢 我也要 在这里提醒姐妹们 尽量不要在外人面前 去纠正她 或反驳她 因为呢 我觉得 男人的自尊心 会比较强 那给住她面子就对了 因为以前我就是这样的 我总在外人的面前呢 对我丈夫说话的态度 是不好的 是以命令式的口气 跟她说话 结果呢 当有一次我们在回家乡的时候 就在所有亲戚朋友的面前呢 我在对她说话的时候 就有一个亲戚呢 对她说 哇 这样子的女人 你都可以答案她 还跟她结婚这样久 是我两巴掌跟她拔下去 才来打算了 那我就发现到 原来我在众人的面前 我没有去敬重 我的丈夫的时候 我让她丢脸了 我让亲戚这样看她 而且我自己也没有荣耀神 那在心灵层面的 另外一个的帮助呢 就是我们可以成为 我们配偶的陪伴者 我们常常呢 把配偶比喻为 我们人生的另外一半 配偶就是我们人生的伴侣 他是陪我们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 因为我们人是群体性的 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害怕孤单 尤其是到了孩子长大 父母也有一天会老 会离我们而去 孩子呢 成家立业了过后 就只剩下我们跟老伴两个人 他就是那一个陪我们到最后的 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去陪伴 那么妻子 我们特别特别的 要懂得如何陪伴我们的丈夫 那么在我们美满婚姻课程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有要求所有参加 这一个课程的学员 每一个星期 你都要抽出一天的时间 跟你的配偶 就是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 去做marriage time 其实什么是marriage time marriage time呢 就是夫妻两人在你结婚了过后 你继续的去约会 有没有发现到好多人呢 在你part tour的时候 热恋的时候 哇 恨不得每一天都要见面 每一天都要约会 但是你结婚了 你就把约会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这一段的时间是你们两个人 刻意安排出来给彼此 大家一起的去吃饭 喝茶 聊天 单独的出去约会 但是有些可能你会告诉我 我们有孩子啊 那怎么办 弟兄姐妹 这是可以安排的 把这个的时间 排除万难的 投资在你的夫妻两人的marriage time 美好的时光 夜会的时光 这是一项非常值得投资的 因为在当中呢 能够去聊到一些 你们平时在家 不好聊的东西 因为呢 在外面吃饭 那个罗曼蒂克的灯光 音乐 喝那个很好喝的咖啡 吃那个很好吃的大餐的时候 心情也好起来 那么也比较好谈 也可以去处理一些呢 你们平时在家里 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所以呢 我鼓励上过我们美满婚姻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已经停了 没有继续的marriage time 我鼓励你从今天开始 再一次的要去做你的marriage time 彼此的要约出去去约会 但是没有上过这个课的夫妻 没有关系 你现在也是可以开始 做你的marriage time 那marriage time呢 其实就是婚姻的保鲜膜 让我们的婚姻长保新鲜 我想告诉你弟兄姐妹 保护婚姻是夫妻彼此的责任 今天你要知道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 如果你不保护你的婚姻 会有许多人来帮助你 比如说网络 游戏 手机 社情网站 甚至乎是别人 来帮你去陪伴你的伴侣 所以这个很重要 让我们呢 一起来到去保护我们的婚姻 那陪伴者的角色 其实也包括了夫妻之间的彼此沟通 我们也要去帮助我们的丈夫呢 学习如何的去沟通 因为对我个人而言呢 丈夫多数是比较属于理智型的 他们呢 比较少说话 但是呢 所说的话呢 都会比较直接 也比较轻散于呢 帮我们 解决问题 或者是给方案 这样呢 会常常令到呢 妻子感觉不被重视 没有被倾听 造成了许多妻子的委屈 和难受 但是在 整个的沟通过程当中 如果相反的 丈夫是属于比较内向型的 妻子可以鼓励 多表达 鼓励你的丈夫 多分享 特别要鼓励你的丈夫 多分享她的感受 妻子 你不要顾着一味的讲 要给你的丈夫 有时间 有机会讲 多多的去帮助她 告诉她 我想知道 你心里面的感受 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让她更多的 有机会的去分享 那我的丈夫呢 她是从事 软件 程序 的行业的 就是一个programmer 她擅长 给方案 擅长呢 就是 解决问题 所以在过去 我们沟通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在我讲 讲到一半的时候 她就会stop我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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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 我跟你讲 其实很容易的 你这样子 这样子 就可以了的 不用讲这样多 所以 我们每次呢 在沟通的时候 就是吵架收场 因为我觉得 我需要的是一个 聆听跟同理我的人 我是要跟你倾诉 我是要跟你分享 我不是要方案 但是在美满婚姻课程里面呢 我就学会了 当我要 跟我的丈夫沟通的时候 其实呢 我自己要先学会 跟他分享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 我当下的情绪 我希望他可以聆听 他不要插嘴 他不要打断我的话 不要给我方案 所以当我这样告诉他的时候呢 我很感谢他 他也很醒目 他就开始去听 那么呢 这样呢 就让我觉得 哇 很好 他听进去了 他也开始做了 所以妻子们 先把你的感受和期待 告诉你的丈夫 帮助他了解 你的需要的同时 也帮助你的丈夫 了解到夫妻之间的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 下来我要跟你分享 这个生病的鸡的故事 就有一对的夫妻 他们有一天出去吃午餐 他们去到一个咖啡店 那么妻子呢 就去选了鸡饭 他在order了过后 回到座位 鸡饭送来了 他的丈夫看到 就跟他讲 哇 整个咖啡店这么大 这样多东西吃 你不要order 你去order这个生病的鸡 你看这个鸡 是不是有一点像生病的 我请PowerPoint再放出来 给他们看一下 这个生病的鸡 OK 更糟的是 丈夫又看到 那个桌上的辣椒 这个辣椒像水这样 哪里有味道的 妻子听了就很生气 他没有讲话 他心里想 是我吃又不是你吃 这么了解辛苦 但是那个气就在里面了 过后呢 就两个人是 一个看左 一个看右 整个午餐是没有讲话的 直到回家 又把他的丈夫 收在雪柜 冷战了几天 所以呢 我要说的就是 夫妻之间呢 很多时候 一句话 说得合一 就如金苹果 放在网子里 很多时候 因为夫妻关系 太亲密了 那个我们身边的人 太亲密了 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 忘记了夫妻间 说话的艺术 是要以爱为出发点 当然 这个丈夫 她是爱她的妻子 只是讲话太快了 因为忘记了 就太亲密了 所以我们夫妻说话 要以爱为出发点 不要以赢为出发点 我们赢了道理 输了关系 下来 我们除了要会说 我们也要会听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棉棒 然后 这个是 迈洛 OK 就有一天 我告诉我的丈夫 我跟她讲 我想请你为我泡一杯迈洛 然后你知道下一秒 她做什么吗 她就冲上去楼上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 她下来的时候 她拿一支的棉棒给我 那你要的 我看着她 我三条线 我讲 我要迈洛了 我不是要棉棒 所以你会问我 为什么你不要自己泡 你自己泡就没有事了 我告诉你 她泡的迈洛 是全世界最好喝的 真的 真的 因为她有那个黄金的比例 刚才第一场的时候 有姐妹喝过 她跟我讲 对 你老公泡的是最好喝的 所以我想要说的呢 就是 我们在听的时候 夫妻之间 你听的艺术 你要用心去听 好好的去听 把话听进去 就这样 在雅各书 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 说到呢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明白 你们每一个人要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是的 慢慢地 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快快地听 就是我们要 好好的去听 OK 所以听跟说的艺术 下来呢 在第二个层面 就是家庭层面的帮助者 首先第一个就是 家务式的分配 当我们夫妻呢 进入到婚姻的时候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 难免会迎着家务冲突 因着家务吵架 有没有试过 不要举手啊 不要人家知道就不好 OK 是有的 我的家庭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呢 请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些的小事 家务式 它不是小事 如果这样的长期去累积下来的时候呢 会成为吵架的时候最大的武器 吵架的时候最大的那一个的矛盾点 特别呢 是在家务分配不当的时候 谈不拢的时候 就会造成冲突和埋怨在当中 OK 那论到家务式的时候 我觉得呢 特别是在现今的社会的女性 你们有工作 那放工了 你回家还要做家务 还要煮饭 还要照顾孩子 很不容易 那当谈论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妻子通常你心中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期待你的丈夫 适走 期待你的丈夫可以自动一点 帮你做家务 我看到有些人笑了 OK 不要转过去啊 等一下旁边的人看到 但是 如果你有这样的期待的话 你要跟丈夫沟通 把你的期待沟通出来 就是在帮助你的丈夫 那身为丈夫的 也请你们 爱你的妻子 多一点的体贴 在做完饭 吃完饭过后 洗一个碗 骂一骂坐纸 其实就是对妻子的体贴 其实你们说阿妹吗 对阿妹很大声 而且还点头 那曾经呢 我在我丈夫 我煮饭的时候 我丈夫要进来厨房帮助我 但我就会觉得 这个人很麻烦啊 他来又更多东西要我做 洗碗那个水喷到整个地上啦 站在那边很着顶啦 那他来的时候又 哎呦 让我很麻烦啦 所以我就把他赶出去 但是我后悔了 我又后悔了 为什么 我这一赶 他就不再回来了 然后过后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每一次做饭的时候 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煮你们全部人要吃 可是那一堆等着吃饭的人 就坐在客厅看戏 但是我反省了过后 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因为我把他赶出去了 所以姐妹们 不要看家务是小 他会成为婚姻的导火线 让我们呢 在婚姻当中 可以彼此的去分担 彼此的去分享 把你觉得是重担的事 告诉你的丈夫 让他来帮助你 请他来帮助你 但是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哦 妻子们 你们不要像我这样 因为呢 没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做到实前实美的 即使洗碗 也有洗不干净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碗旁边 有时候会油油的 还是菜还有在那边 我加油哦 然后那个地上 他洗地上的时候 地上是不干净的 尤其是corner的时候 请你不要埋怨 因为至少他愿意帮你做 阿们 至少他愿意花时间 然后为这个的家庭来到付出 所以我们就是要彼此的去包容跟接纳 大家的不一样 大家的 这个的不足 彼此的去互补 减少摩擦 那么第二个呢 在家庭上的这一个的帮助呢 就是 生育养育孩子 在这件的事情上呢 神胜利婚姻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 去生养金钱的下一代吗 刚才有讲了 通常呢 我觉得妻子很看重 去养孩子 怎样的照顾孩子 他很担心 如果这个孩子给丈夫养他 他养的不好 他照顾的不好 等下不懂给他吃什么 你给他喝奶粉 少放一格 等下跟他擦东西 擦油 擦到太辣 太多 他弄到肚子很辣 这个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就是自己一手包办 其实呢 我剥削了我的丈夫跟孩子 两个人建立关系的时间 我也剥削了我的丈夫 他成为一个爸爸 所应当尽的责任 为什么 我觉得 丈夫的心理 有时候啊 也是很矛盾的 因为 当我们女人要生孩子 进入产房的时候 我们痛到一个 哇 叫苦连天 但是如果你的丈夫 跟着你进产房 他只可以看你在那边痛 他什么都不能做 其实他很无助的 然后他最多能够做的 就是出钱 给你打止痛针 然后帮你还那一个 hospital的bill 但其实呢 他心里也会难受的 他觉得 这个是我爱的女人 他这么的辛苦 但是我帮不到 所以他在过后呢 baby 整个要养啊 要回家了啊 他要帮忙 你又不给他帮忙 所以其实丈夫 也有说不出的痛苦的 所以以前我也是这样的 其实错了 当我在第二次 生我的女儿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她告诉我 你不能够再这样了 你要放手 让你的丈夫 更多的 去跟你的女儿 建立关系 所以我就开始 学习放手 让我的丈夫 学习去照顾女儿 那其实呢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建立了他们 父女的关系 直到今天 他们的关系 非常的好 然后当然在过程当中 因为现在我的丈夫 没有在这边 第一堂她有在 她曾经有一次 在为我的女儿 冲凉的时候 我的女儿整个人 滑倒在地上 她其实非常的内疚 但这也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 她就这样 慢慢的学了过来 这样子不但祝福了 她跟我女儿的关系 其实呢 也祝福了 我在服饰上 可以更全情的 去投入 去服饰 所以她也这样的 祝福了我 那么 让我们的丈夫 能够参与在 养育孩子的当中呢 其实呢 就能够帮助她 帮助她 更加的去 懂得爱孩子 爱我们母亲 爱这一个的家 帮助她也有参与 在整个孩子的 成长的过程当中 给予丈夫机会 给她机会参与 我们不要剥削了 她的机会 第三个层面的帮助 就是属灵层面的帮助 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里呢 也应该有一些的姐妹 你跟我一样 你非常期待 丈夫可以是家里 属灵的头 属灵的带领者 那如果可以带领 你的家庭去 做有家庭祭坛 敬拜祷告 那更好 但是呢 我曾经也是这样 我就很心急 我想我的丈夫呢 如果可以的话 她一夜间里面 就要被人变得 非常的属灵 然后呢 她可以带领我们 哇 从敬拜赞美啦 读经啦 解经啦 这些那些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清楚地了解到 在成为家中属灵的 头这一个的职份呢 其实我们家庭中的 实际的状况 或许还不允许 你的丈夫这样做 为什么 她可能呢 会因为工作的疲累 可能因为需要帮助你 分担家务 兼顾孩子 她没有办法去兼顾到 这么多做这么事情 这么多的事情 在统一的时间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 彼此祷告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 那么可能呢 在这个属灵层面 我们很想建立 这个家庭祭坛 但我们却忽略了 没有去考虑到 因为个性的差异 两夫妻个性的差异 个性的不同 也会造成那个 属灵领导的能力的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 你的强项是什么 丈夫的强项是什么 要学习去欣赏 两个人的不同 去接纳 这一些的不同点 然后呢 在当中呢 我们可以彼此的去互补 第三个呢 就是要透过鼓励 鼓励你的丈夫 我们常常在教会讲到说 进步一点点就是 卓越 但是呢 我们没有 给丈夫那个 进步一点点的空间 我们要丈夫 一去就是去到卓越 一去就是要做整set 你笑了啊 可能跟我一样哦 一去就是要做卓越 整set的 一定要做好好 但是不是的 鼓励你的丈夫 从泄饭祷告开始 从每一天早上 一家人一起祷告 让你的丈夫 祝福你的孩子 祝福你 这样的 开始 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去做 鼓励丈夫 让他建立起 他的信心来 我相信他一定会 越做越好的 阿们 是的 我们需要鼓励 我们的丈夫 下来另外一个 属灵层面的帮助者呢 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鼓励 并且支持 我们的丈夫呢 参与教会的 各样的活动 还有服事 因为呢 在西伯来书 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这样说到 我们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都要彼此的勉励 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是的 我们要去鼓励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弟兄 去参加教会的 各样的活动 还有服事 为什么呢 因为透过参加 教会的活动和服事呢 能够帮助我们的丈夫 更多的去认识神 更多的去跟弟兄姐妹连结 当这样做的时候呢 他们透过服事 透过聚会 认识神的话语 跟弟兄姐妹连结了过后呢 也彼此的去交流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的 彼此的学习的部分 这样的话呢 在庆典他领受神的话 生命得着成长和改变 那么透过服事 他与人建立关系 彼此连结的时候呢 透过与人交流 就能够自我的增值 从而呢 他的信心也会被建立起来 那个价值感呢 也会一起的增加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不但去祝福到你的丈夫 当然更祝福到了教会 因为呢 服事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透过服事呢 你的丈夫被建立 教会也一起的被建立 那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我个人的见证 我曾经呢 是一个在很多的事情上 我都靠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的一个人 特别呢 是当我的丈夫做了一些 我自己认为呢 非常不恰当 我看不顺眼 我不认同的是 我更加会想尽办法 要去阻止她 用我各样的策略跟方式 要去改变她 在好多年前 我在想 大概有十年了 我曾经一度的 发现 我的丈夫 他非常投入在一些的事情上 那他 这个的投入度 是让他忽略了家庭 忽略了周遭所发生的事 忽略了我们的存在 对于这样的他呢 我非常的担心 我非常的担忧 我曾经想过 要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阻止他 我曾经想过各样的方式 去让他明白 他已经处在一个 非常严重的地步 无法自拔 但是每一次 当我去讲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吵架收场 过后 我没有办法了 我不能了 我唯有靠神 那我就祷告 我向神祷告 我去到楼上 我的房间 我跪下来 我哭着向神祷告 向神呼求 我说神啊 你一定要帮助我们 你一定要帮助我的丈夫 你不能够让他在这样的 沉迷在这一个的事情上下去 你要帮助他起来 神啊 我的家庭不能够这样 我向神祷告 祷告了好多次 每一次的祷告 都是哭着的 我相信我祷告 大概有半年以上 我开始发现到 诶 我的丈夫不一样了 他会开始 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他会开始 知道说 诶 家里还有人 有事情发生的 所以 我感谢神 我不能 但是神能 我能够透过祷告 让神来介入 让神 来做 那个改变 他的工作 因为像我刚才所说的 他是属于神的 我没有办法改变他 但唯有神 能够改变他 我请敬拜团 帮助者 这个角色 很重要 我想 姐妹们 你要知道 这个帮助者的角色 他也是带导者 像刚才 牧师所说 我们这一个月 讲到的主题是 基督是我家之主 那好多时候 我们有没有 把基督 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 带到我们的 婚姻关系当中 我们的问题当中 我们不要让 那个基督 是我家之主 只是一个牌 挂在家里 我们要真正的 把神 带到我们的家里 透过这样的 一个的 帮助者的角色 一个带导者的角色 为你的夫妻关系 来祷告 因为你顺服神 所以你可以顺服 你的丈夫 因为你爱你的家庭 你愿意成为 那个帮助者 即便你觉得 他不配 但是因为基督 是你家的主 你顺服神 顺服基督 他配得 因为他是照着 神的样式 所造的 让神掌权 不是靠自己的方式 神给我们 这个带导者的身份 我们要好好的去使用 成为那一个带导的精兵 要记得 夫妻 你们两人是一体 你们同荣 同衰 共同地去荣耀神 但是如果衰败的时候 你们是一起衰败的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到 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的时候 有三个层面的帮助 心灵层面的帮助 我们需要去敬重 还有信任我们的丈夫 成为丈夫的陪伴者 第二个层面 是家庭层面的帮助 在家务事的分担和合作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跟丈夫 好好的沟通 还有交流 在生育养育孩子的部分 我们需要去帮助丈夫 给予他机会 给予他那个参与感 第三个层面 就是属灵层面的帮助 让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丈夫 能够成为家庭属灵的头 是要靠着我们的鼓励 靠着我们的帮助 并且我们要鼓励他 更多的参加教会的服饰 还有侍奉教会的庆典 这样也能够帮助他 成为属灵的这一个的领导者 所以你说帮助者 这个角色容易吗 我觉得他并不简单 但是赢着神的爱 我们选择相信神 预备给我们的配偶 是最适合的 也知道在扮演帮助者 这一个的事情上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乃是基督是我家的主 靠着神的能力 他能够 所以呢 姐妹们 在成为帮助者的过程当中 虽然不容易 但是神也透过这一个的角色 来到去塑造我们 来到去培育我们 使我们成长 使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所以为着这一个荣耀的角色 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 让我们彼此勉励 成为丈夫最好的帮助者 活出神 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这一个荣耀的呼召 是的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当你在听了 这一个的分享过后 我想请你呢 来为你自己祷告 你是妻子 你是母亲的 为你自己在成为 那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当中 你有哪里一方面 是需要神的帮助的 请你来向神祷告 求神加添给你 那如果是你 你是一名丈夫 请你为你的妻子来到感恩 感谢神 把这样的一个的帮助者 放在你的身边 也祷告 求神帮助你 丈夫 更能够体贴 你妻子的需要 懂得有效的 与你的妻子沟通 那么如果今天 你不是妻子 不是母亲 不是丈夫的 弟兄姐妹 我相信 你有家人 你的父母 为着你的家人 为着你的父母 为着你身边 在婚姻关系里面 有需要的人 来到祷告 或者是 在整个的分享过程当中 圣灵有提醒你 一些的东西 是你需要 为你自己来祷告的 当敬拜团 在唱这副歌的时候 我邀请你 开口 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 开口为着你身边 有需要的人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 开声祷告 弟兄姐妹 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 为你身边 有需要的人来祷告 祷告 感谢主 下来呢 我们要特别 特别 为着在我们当中的妻子 或者是母亲们 你是来自单亲家庭的 也好 我们要你在你的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如果你是妻子 是母亲的 请在你的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我们要为你祷告 那如果丈夫你是在身边的 请你抱着你的妻子 搂着你的妻子 牵着她的手 我们要为妻子来祷告 为着母亲来祷告 因为呢 当我在寻求神的时候 我感觉 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姐妹 她们的心里面 非常的沉重 非常的忧伤 在当中呢 或许是一些过去 家人 身边的人 的一些的行为举止 一些的话语 一些的举动 伤害了你 她们曾经所讲过的一些话 让你觉得 非常的伤心 难过 直到今天 我感觉 神今天要来做医治 和修复的工作 另外也有一些的 在我们当中的妻子 或者是母亲们 你承担了 过重的 这一个的重担 你把整个家庭的重担 扛下来 而且还扛了 许多其他的重担 你感觉好累 甚至呼喘不过气来 今天 我们也要来 为你祷告 第三个就是 在当中的姐妹们 妻子们 母亲们 你感觉到 非常的孤单 好像是一个人 在孤军作战 你没有一个 可以倾诉的对象 但是今天 神要安慰你 神说 我就在这里 把你心中的苦楚 来到告诉我 让我们现在呢 一起的先来开身 自己的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你们的姐妹们 你也举起你的手 你旁边有一些的妻子 你就举起你的手 为他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心 祝福 请 亲爱的主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神啊 我们要为着在我们当中的妻子母亲们来到向祢祷告 神啊 你说压伤的芦苇 你不折断 你不轻看那个心里头忧伤的人 今天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姐妹们 神啊 她们的经历 在过去因着人的话语 人的行为 可能是一些的话伤了他们的心 他们甚至乎在许多许多年前就听了这一句话 但是一直的不敢把它说出来 一直的把这一些的话藏在他们的心里面 自己暗示的忧伤 神啊 今天我们要来向祢祷告 祢拿走这一切的话语说在他们的身上 拿走这一切的行为坐在他们身上 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很卑微 自己很不好 自己很不足 甚至乎有委屈他们都不敢说 神啊 今天你要来做医职的工作 你要来做释放的工作 再一次的把你的爱浇灌在这一些的母亲 还有妻子的身上 神啊 好多时候他们就是为了 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的关系 维持那个家庭的和乐 而委屈了自己 今天你不轻看这一些的委屈 你要拿走他们身上所有的委屈 你要来做安慰的工作 你要来做修复的工作 再一次恢复他们在你心目当中 这样的一个的尊贵的形象 因为他们就是有那一个神 从你而来尊贵和荣耀的形象 神啊 当他们在身上背负了过重的重担的时候 神啊 今天其实你要对他们说 你不需要他们背负这么多 因为基督是我们家的主 你可以为我们来背负 我们可以把重担一切的忧愁都交托给你 神啊 你势必垂听我们祷告 应允我们祷告的神 你必会成为我们家庭的主 帮我们排除万难 解决一切的问题 神啊 在这里也有一些的妻子或者是母亲们 他们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孤单 感觉是只有我一个人 孤君作战 似乎失去了那个方向 还有盼望 但是今天神啊 我们相信你是吃盼望的神 你要来安慰他们 你的手要牵引着他们前面的角中 他们前面的方向 神啊 你带领他们 神要告诉你 姐妹们 神说 我在 我一直都在 我们好的时候没有 神之乎是不敢把我们的苦楚 向神说 今天神对你说 我一直都在 我就是那个最好的聆听者 倾诉 倾诉你的这一些的苦楚 倾倒给我 我要洗尽你这一切的苦楚 洗尽你的孤单 我要给你力量 我是与你同在的神 所以今天 神啊 我祈求你 赐下你的同在 你的安慰 在所有的母亲 还有妻子的身上 神啊 就在这个的时候 你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同在 你的爱大大的浇灌 与他们同在 感谢赞美主 各位母亲和妻子 举起你的手来 圣灵要同供在你的身上 有许多的母亲 其实你很默默的 在承受很多的东西 神说 我明白 我知道 我知道 孩子 许多的重担在你的身上 这个时候 我要把你的重担把它拿走 圣灵我要求你 这个时候释放 主啊 神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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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神的主 在母亲还有妻子里面的 那一个的重担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完全的释放 奉耶稣基督的名 医治你 主啊 有一些的母亲 有些的妻子 你其实承受了在家庭的里面 的确很多的东西 你就往下吞 许多的委屈 你是往下吞 然后呢 你就是埋藏在你的心里面 丈夫也不说 可是神知道 可是神知道 主说我要安慰你 我要安慰你 神的主 主啊 神的主 我要求你释放你的安慰 主啊 神的主 释放你的安慰 释放你的安慰 主啊 神的主 释放你的爱 主啊 神的主 你的爱要充满他们 主啊 神的主 你的安慰要充满他们 主啊 神的主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走 所有在心里面的委屈 主啊 甚至在心里头所流的泪 主啊 神的主 我们向你祷告主 主啊 神的主 里面的那个的隐藏的忧伤 你知道 主啊 神的主 我要祈求你 主啊 神的主 你来医治 主啊 神的主 你来医治那一切的隐藏的忧伤 主啊 神的主 你来背负一切的隐藏的忧伤 主啊 神的主 我向你祷告 使得主 使他的忧伤 让他的眼泪能够停止 主啊 神的主 他心里面的孤单要完全地离开他 主的同在 要在他的里面 神的主 我要求你来释放 福耶稣基督的名释放 福耶稣基督的名释放 释放那个压抑的情绪 主啊 神的主 释放许多的压抑的情绪 主啊 神的主 释放 主啊 神的主 我向你祷告 主啊 神的主 你背负这一切 主啊 神的主 你医治他们 主啊 神的主 我向你祈求 主啊 神的主 祝福他们 主啊 神的主 让他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再次地刚强起来 主啊 神的主 有一些的母亲 主啊 可能你也是在单亲的当中 神 你感觉到非常的孤单 神啊 我特别的要求你要按手在他的身上 神啊 你加添给他力量 主啊 神的主 我求你兼顾他 主啊 兼顾他心里面的力量 主啊 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再扛不下去了 神啊 神的主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 主啊 神的主 主你揭露 主啊 在他的情况的里面 神啊 神的主 你给他帮助 谢谢你 主 神啊 神的主 我向你祷告 主啊 祝福每一对的夫妻 主啊 神的主 我特别的 我要为着丈夫来向你祷告 神啊 神的主 我特别的要求你 主啊 神的主 使丈夫能够体恤其子 神啊 神的主 给他一个体恤其子的心 主啊 让他的心能够软化下来 能够理解妻子所承受的 神啊 我就向你祷告 主啊 神的主 你祝福丈夫 主啊 神的主 让他也能够成为妻子的帮助者 以至妻子能够帮助他 神啊 神的主 我向你祈求 主啊 神的主 你使 主啊 夫妻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合一 主啊 当中有破碎的那一个的关系的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修复过来 主啊 神的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命令那个破碎的那个的裂痕 那个的分裂的那个的灵在你们的当中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拆毁 主啊 神的主 我们要求你 主啊 夫妻能够再次的联合在一起 主啊 神的主 我们谢谢你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祈求祷告的 阿们 这个时候呢 特别的要对那些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说话 这个时候我要请你来相信耶稣 接受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主 祂要带领你这个的生命 我要请你跟着我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成为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求耶稣你帮助我 更多认识你 相信你 是赐福我的神 从今生到永恒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 每一位神所爱的儿女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你 愿圣灵把主的爱 天天浇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你 愿圣灵把平安喜乐 信心和盼望 现在浇灌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里头 若有那些的惧怕 焦虑 忧郁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命令这一切完全的离开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你的身心 您都要有健康 你哪里有病痛 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医治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宣告说 主圣灵复活的大能充满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所有的疾病 死完了人要离开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祝福你们的家 你们的家 要有主的爱 在你们的之间 有主的智慧在你们的之间 有主给你们智慧 彼此的相处 彼此的合一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祝福在家里面 每一个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愿主修复那个的关系 使你们彼此和好同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祝福你们手中所做的一切 你的工作 事业 你的生意 你的学业 你的事奉 愿这位赐福你的神 使你凡事亨通和顺利 愿他在你所面对的困难挑战 甚至卡住的地方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 主就要在那里来帮助你 主就要在那里来赐福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要祝福你的财物 愿这位供应你的神 使你一无所缺 福被满意 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来祝福你 愿神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上帝使祂的灵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上帝向你扬脸赐给你平安 阿们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我们邀请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到我们的外面的借贷处 我们已经预备了这个茶点 还有礼物要送给你 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的当中 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 邀请你到前面 我们的牧者领袖可以为你祷告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석握 acement 的 安 甘